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跟挪威人交往以後呢 發現挪威人跟其他的民族有很大不同的地方 那我也上網看了一些就是挪威人他們為什麼跟別人不一樣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10點我整理的我覺得挪威人他們很特別的地方 那如果你是挪威人聽得懂中文或者是你有挪威的朋友 也很歡迎你點選下面在下面的那個視窗可以留言 然後告訴我你認同或者是不認同或者是有什麼我沒說到的 你要補充的也可以喔 好那第一點挪威人非常討厭閒聊 那這個嘛就是我的朋友呢他有跟我說他在早上的時候 因為挪威的天氣總是很冷然後有時候又下雨啊 然後像他又是那種輪班的 所以他早上有時候要非常早起來 那如果他在就是路上或者是在可能去買東西 買個早餐買早點什麼之類的 他如果遇到他認識的人 但是不慎熟最像鄰居那種的 他就會裝作沒看見他們 然後就這樣子過去了 因為他非常討厭閒聊 他覺得閒聊非常的尷尬 所以基本上挪威人不喜歡閒聊 覺得閒聊是一個很尷尬的時刻 好第二點 挪威人呢他們的中餐 一般呢就只有一片麵包吐司 上面可能夾著蛋或者是起司 然後就沒了 這是他們中餐 我一開始知道的時候有點震驚 因為以後可能會去挪威生活 然後我就說哇什麼 那怎麼辦這樣不會吃不飽嗎 然後呢他跟我說 我就問了我的挪威朋友 他跟我說呢 其實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他們挪威人呢 基本上是很高興 那他們的工作時數 一天不能超過八小時 那在這八小時之中呢 30分鐘的中餐時間 然後每隔兩個小時 又有一個20分鐘的休息 所以總共是休息三次 那他說呢其實 其實他們會很認真的去做這一份工作 他們不覺得要花那麼久的時間在中餐 他們覺得這是很浪費時間 沒有效率的事情 所以不管他們是在學校 或者是在公司 他們都是一樣 就是自己帶中餐 那那個中餐呢 不會有湯 不會有 不會有什麼沙拉什麼杯 都不會 就是一個吐司 上面加起司蛋 然後吐司蓋子就這樣子 然後他們一般來說都會用紙啦 還是一個小盒子 塑膠袋裝著他 那一般到中午的時候 裡面都會一間 丹丹 就是絲絲黏黏 可是他們還是要 非常的喜歡吃喔 我覺得 哇 我要試著想辦法習慣他 好 那第三點 挪威人呢 他們是不太 展露他們的 親情又欲 就是喜怒哀樂在臉上的 像我的朋友呢 他的表情大概都是 一字號表情 就是 都是一個蠻nice的表情 可是呢 他不會像我們 會有很多奇怪的表情 就是那種 從臉就看得出來 你的內心的世界的人 可是他們完全不知道 他們就是 開心 不開心 那 難過 開心 不開心 都是一樣的 但是呢 我也有一個時候 會有點不一樣 什麼時候呢 只當他們喝醉酒的時候 喝醉酒的時候 就會整個笑 笑開懷 然後變得 變得很多話 講很多東西 就非常的有趣 然後肢體接觸 開始會變很多 因為挪威人他們其實是 很不喜歡肢體接觸的 民族 那我們等一下下一點會說 好 那 基本上他們就是在 喝完酒 開心了以後 就會變得有點high了 這樣子 好 那 第四點 挪威人呢 他們 他們的酒是 有限制的 是 不是隨時隨地 像我們在7-11都可以買得到的 那尤其是烈酒 烈酒的話呢 他們是管制 就是一定要在 但是 就是 煙酒行 那種特殊的店才能買得到 而且 非常的貴 天價 然後呢 啤酒的話 在超市 或者是 像那種 加油站 他們加油站是 有點類似我們的7-11 那種便利商店就對了 那 那個 要在那邊買酒的話呢 只有在 晚上的六點以前 才能買得到 那這個之後呢 你就要去Bar喝 就要去酒吧 可是酒吧 非常的貴 然後呢 再來 禮拜六禮拜日的話 好像是在五點以前 他就 沒有賣了 所以 大家你知道嗎 周日 周六日的時候就會趕快 衝出去 趁一大早就衝出去買酒 挪威人他們還有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文化習俗 就是在 禮拜五的時候呢 他們那天是類似他們的Family Dinner 就是 家人的一個聚會的一個晚餐時間 那 他們這一天就是 會 大家會吃 墨西哥 的Taco 你們知道Taco嗎 Taco 放在這裡 Taco 對 他們就是都吃那種Taco 然後 都在禮拜五 或者是 有些地方呢 是 Frozen Pizza Frozen Pizza 就是那種 冷凍的Pizza 禮拜五 非常的特別 他們不是吃挪威的傳統 那種食物喔 他們就是吃那個 第五點 挪威人呢 在公眾場合的時候 即便有人啊 做了一些很令人討厭的事情 比如說小孩子在那邊 叽叽喳喳的 然後 跑來跑去 很多噪音 或者是可能 是可能看連續劇很大聲 反正在公眾場合做一些 讓人家覺得 會打擾到別人的事情 的時候呢 挪威人是絕對 絕對 不可能 去跟他說的 他們只會自己幹掉在心裡 就是 可是絕對 絕對 不會去跟那個人說 因為挪威人的個性是一個 能不打擾別人 就不打擾別人的民族 那 好 那再來第六點 挪威人呢 當你在 呃 比如說你在英語系國家 那一般呢 如果 對方 他聽不懂你的英文 那 一般的 一般人都會回答 What Pardon 就是 這種類似這種 你說什麼啊 可以請你再說一次嗎 或者是什麼的 可是呢 挪威人 非常的特別 他們會說 蛤 其實跟台灣人蠻像對不對 好 然後第七點 挪威人呢 是一個非常需要 個人空間的民族 他們是 呃 舉例來說就是說 像假設 今天 呃 你在挪威 然後你搭公車 公車上呢 呃 算滿空空 那 有四五個人 那都各坐一個人的位子 那假設你今天 走過去 坐在其中一個人的旁邊 那一個挪威人 會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立刻想逃走 因為是很奇怪的 他會覺得 還有那麼多位子 你為什麼要坐在我旁邊 他們是非常非常非常需要 個人空間的民族 然後呢 他們基本上 會在 公車上做的事情就是 戴著耳機 他在外面 然後 可以跟你的分合 一起交流 然後像是 呃 我在台灣或者是在美國 如果去跑步的時候 遇到對面有 呃 人 或是一起在跑步的人 他們可能從這邊跑過來 我們一般都會說 嗨有沒有 糟 之類的 但是挪威是 是很奇怪的 挪威人是不做這樣子的舉動 他們會覺得這樣子 非常的奇怪 他們也不喜歡身體上的接觸 所以挪威人呢 基本上就只有 就只有握手 那不會有擁抱 或者是 清廉那些 比較 南歐的事情 的動作 都不會有 他們基本上就只有這樣 然後即便是 那是一段時間的朋友 還是 他們還是沒有辦法接受說 你跟他勾肩搭配 除非你們是男女朋友 才有 比較大的可能 連牽手 勾手都是 都對他們來說 都是會很 會很不舒服的 那這點我是覺得 跟 老一輩的台灣人還蠻像的 就是 可能在身體上的接觸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 會有一種 不舒服的感覺 然後再來第七點 誒 剛剛是第七點嗎 第八點 挪威人呢 他們是一個 不會 誇 誇自己的民族 他們不會去說 不會去強調自己有 多好 那 會以團體的利益為主 他們不會正面 當面的指責 你也不會 即便是私下一樣 他們也不會跟你講說 你到底有哪一點做的不好 因為他覺得那個是很 主觀 很 不應該告訴 就是不應該 即便他想 他也不能告訴你的事情 他想 他可能覺得 有可能有哪些地方不太好 可是他也不會告訴你的事情 因為那個他覺得是很個人的事情 不能 就是 應該你自己也要發現 像我們在 美國或在台灣 我們都會很習慣 就是說 誒 說自己有哪些長才 比如說 我可能很會做 在藝術上很好的發展 或是在 什麼什麼地方有什麼樣子的發展 可是挪威他們是不會這樣子說 他們基本上會 你會覺得他們好像 什麼事情都 他會說他什麼事情都 即便他特別好 他也不會跟你說他特別好 是很內斂 很非常內斂的民族 這樣子 好 第九點 挪威人非常非常非常的慢熟 那 呃 這個也是我跟我挪威的朋友 一開始 遇到最 算是最大的問題 誒 不是說問題 我們認識了整整有 四 三年 那 這三年之中呢 他就是 都非常的 彬彬有力 那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聊到很深的東西 呃 他們會有一個距離 那 這個距離呢 一直到就是今年才比較改善 就是 當 當他覺得 你想要成為他的朋友的時候 他前面都會試探 就是慢慢的 說 嘿你好問候打招呼 但是他不會說很深的事情 但是當他今天覺得 你有一個理由 可以當成他朋友 或是你有理由 可以 呃 你可以 你想要跟他當朋友了 他有一個理由可以讓你 當他的朋友的時候 他才會漸漸的熟 熟絡起來 第十點 挪人 他們沒有約會這兩個字 呃 你知道 挪人其實 是一個蠻特別的民族 他們呢 他們的 嗯 他們 男生認識女生 或是女生認識男生的方式 除了 透過 呃 朋友 或者是互相關聯的 全子介紹以外呢 他們比較少 就是像我們在路上搭訕 或者是什麼的 但是他們很常去parting 那 就是 就是派對 那去派對的時候呢 他們是看上眼的 就帶回家 就是兩個如果互相有喜歡 就馬上帶回家 然後就發生關係 可是 不是交往喔 也不是約會喔 那 他們第一天 呃 發生關係了以後呢 第二天 如果 覺得這個人還不錯 或是他還在 醒來的時候他還在 那可能會說 好 那我們要不要去吃個飯 然後呢 或者是他們會說 那 呃 要不要去看個電影或什麼 可是他們從來不會用約會 這兩個字 那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那也 蠻好玩 那我有問我的挪威朋友 呃 是不是是這樣子 就是 網路上有一個影片 呃 可能 我可以放在這邊 讓你們看 那 呃 我也問過他 是不是這樣子 他呢 跟我說是 的確就是這樣子 挪人沒有 沒有人在 就是 約會啊 或者是什麼相親之類的 是沒有的 他們第一次 就會直接 啾 跳到 就是發生關係 然後他們要嘛 就是在一起 不嘛就是沒在一起 沒有什麼中間約會 最曖昧的過程是沒有的 所以是蠻有趣的 所以是蠻有趣的 所以 一步步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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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現在 如果 你醒來 你醒來 如果 你醒來 你會說 可能我們可以去一旦 如果 如果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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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可以說 你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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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上工作褲的一個 一個 一個 裤子 那 材質滿厚的 那 有很多顏色 可能有紅色 黃色 黃色 呃 紅色 藍色 白色 不一定 就是他們基本上還有黑色 以這幾個顏色再配色 以他們國旗的顏色配色 那這個羅素裝呢 他們就會一直穿著 然後這些畢業生呢 他們可能會集資 買一台舊的巴士 或者是買 或者是租一個巴士或是空間這樣子 然後每天就是瘋狂的party 瘋狂的開派對 那這個是在他們期末考的期間 但是他們一樣瘋狂的派對來慶祝自己即將變成大人 可以做很多很多就是很多很多事情 然後為自己負責 那但是最近這幾年就是有些人瘋狂的 太party的太過頭了 所以開始有一些反彈 那他們這個party很特別就是說 他們早上會去學校考試 那考試完之後呢 會回家洗澡 洗完澡之後直接上那個bus 直接party 一直到早上然後再去考試 然後一直就是重複這個 一直到5月17號 5月17號是什麼日子呢 是挪威他們的國慶日 對 算是皇室的日子 那這一天呢 他們就是會有皇室的成員 站在他們一條的主要的那個 就是道路上面 類似像皇宮的外面 然後跟大家跟他們的國民交手 這樣子 那穿著羅樹莊的這群畢業生呢 也都會 就是大家一起擠上巴士 然後前往 前往這個首都奧斯路 來參加這個聖典 那也有很多各地的不同的小學 中學 他們也都會 有類似遊行的隊伍來參加 這個活動 那剛好我朋友今年在5月17號的時候呢 他們 他來台灣找我 那 這一天呢 他就給我看了好多他們 呃 新聞 然後 他們的 電視 就是都在播 所以他們是一個屬於比較全國性的活動 呃 挪威有一個 也是很特別的東西 叫做Carbon 就是類似度假小屋 那這些度假小屋都是在半山腰 或者是在 湖邊 那 他們就是會在六日的時候 週末的時候 去那裡算是 放鬆一下心情 因為 那個地方通常都是 非常遙遠 完全沒有網路 然後 也沒有水 也沒有電 所以呢 去那裡就是 完全切斷科技生活 那 像我朋友他是 一個蠻窄的男生 但是呢 他 還是會去 所以 代表說這是一個很 也是對他們來說一個蠻重要的一個 呃 休閒娛樂 那他們有時候是跟朋友去的時候 是跟家人 有時候是跟同事 不一定 那 去到那邊就是都是沒水沒電 所以 呃 要 比如說你可能想看書 或者是什麼的話 你就要帶蠟燭 就是 點蠟燭 然後他們吃東西的話呢 在那邊就是 呃 會有BBQ 就是烤肉 會在外面烤肉 然後如果沒有水要怎麼辦呢 如果是冬天的話呢 他們就會去 山上找冰 就是 找那個河裡頭的冰 然後自己拿來融化 然後 就有水可以煮東西了 對 非常的有趣 那 裡頭呢 因為也沒有什麼休閒娛樂 所以他們就會 有很多自己的 呃 休閒的活動 但是他們可能會帶桌遊 那 可能會帶大富翁啊 之類的去那邊玩 那 也可能會喝個爛醉 不一定 所以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這幾個 挪威的不同的文化 那也希望說 假設你有 挪威的朋友 或者是你知道 更多不同的挪威 或者是你曾經去過挪威旅遊 那有感覺到一些 呃 我沒有說到 或是什麼 請你在下面留言的地方 留言的那個視窗 告訴我 那 呃 我也很開心可以跟你們分享這些 那希望 也可以 呃 更多人來認識挪威 那 呃 如果還沒有訂閱我頻道的人 歡迎訂閱 按一個訂閱 那 之後就可以收到我新的影片 那 也很開心 可以在這邊 跟大家見面囉 那我們就 下次見 掰